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洋 2018年下半年 究竟哪個星座討花最旺 或財運最發達呢 你有沒有上榜呢 趕快按下連結 就可以訂閱我們女人 我最大YouTube頻道 我會告訴你答案喔 然後他們的暑假叫做快樂飲 爸爸媽媽不太快樂的快樂飲 對... 然後我一收到帳單3萬塊 3萬塊錢有一點貴 每個禮拜有一個主題 對 那都是室外的 所以它會告訴你 比方說每天會安排很多 不同的時間 那一個人收多少錢 這個都要1萬多塊吧 一個禮拜1萬多塊 所以真的差不多 那從明年開始 大家可以來跟我報名嗎 不用這麼貴 妳說的 妳說的 妳要看喔 我先報名 我幫我兒子交給妳 我也要報名 歡迎見到女人我最大 這個時候七八月 每年的七八月 都是小朋友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他們可以練兩個月玩到爽 但是是我自己開始皺起眉頭 有一點不爽了 還是每一個父母都這樣呢 我想譚老師應該心情 我的心情妳可以理解吧 謝謝 我非常高興我沒有生孩子 嗨 我是唐老師 嗨 嗨 為什麼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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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老師你來看看 你來看看 現在那個我們電視裡面的 大家把校門關跟鬼門開做一個比對 對 聽起來 校門關這件事可怕太多了 真的 對 你看鬼門開也不過就一個月對不對 校門開關長達兩個月 兩個月 是不是 然後校門關燒的是真的錢 鬼門開燒的是 對 是的 這句話太貼切 對 如果你想把小朋友送走 你就得花一大筆錢 對 那鬼門開你看 特殊體質才有感應對不對 對 校門呢 校門關 家裡有小孩就想哭 連隔壁的都想哭 對 連鄰居都覺得煩 阿公阿嬤也很想哭 不用特殊體質了 只要看到小孩就想哭 對 就像鬼一樣 然後鬼門開 普度不老齡 校門關在家裡 鄰居你看 隨時隨地都崩潰 突然還煩人 連狗都嫌 真的 為什麼你們真的好偉大 對 在分享故事 之前我們先來一個 直覺 他們是雙的偉大呢 還是真的偉大 好 來 這個題目很簡單 來 朋友是黃金單身漢 他們跟你們一樣 也開始要步入婚姻了 那會勸他 直覺對方是誰呢 1 他取的是糾纏很久的那一位 分分合合 然後兩個人一下子又恩恩愛愛 一下子又消失不見 終於現在要塵埃落定了 2 傻傻愛上她的富家女 她一直眾裡尋差千百度 最後終於落腳 塵埃落定的那一個人 原來是個有錢的小姐 而且很愛她 這個我贊成 大家都替那個富家女擔心 對 來 3 不小心懷孕了 所以奉子成婚 所以這個不見得跟她糾纏最久 但是她卻很厲害 直接上位 直接 對 直接上位 然後想不到這個黃金單身漢 也就範了 好 4 事業的拍檔型 這種女強人 看起來就是很溜涼 很坑坑 然後對 可能在某個行業裡面 也是一把手了 現在兩個人叫強強聯手 大家覺得也滿配的 來 請問你的朋友 她到底是娶了誰呢 請直覺 朋友是黃金單身漢 最近終於結婚了 對方是 請你直覺作答 選好正常老師公布答案 好 這一題 我們測的是 小孩心目中 妳很會規劃暑假的 妳是很會規劃暑假的 不是有嗎 題目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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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想不到單身漢跟這個有連結 真的 對啊 我們先來看沒有人選的 好 如果有觀眾朋友選到 糾纏很久的那一位 所以現實生活 大家都不覺得她會娶她 對啊 都已經黃金了 好 妳是哪一種父母呢 妳是 投其所好行的父母 所以是小朋友心目中的 阿阿丁神燈吧 想什麼燈 很許願的那一種 對 針對小孩的需求來回應 自己也覺得這樣很有成就感 這個很慘 小孩說 爸爸我想去東京迪士尼 就去了 我想去美國迪士尼 妳就去了 我想去歡窮一聲又去了 她那個就一直燒 三個迪士尼 在妳家都是不允許的嗎 都去過了 是啊 其實妳說的是妳吧 我們好像也算這一種 講得很會講 自己要對號入獲就對了 很傷 這種就很傷 小孩要什麼 不是 我覺得 應該是妳自己本身想去吧 是我自己去 我帶他們去都是我第一次去 其實是小孩投他所好 對啊 我們是兩個人都一起喜歡 OK 老師那妳要聽 還是先開我的牌 好 先看新美姐的 好 所以頭其所好的這種父母 已經揭曉了 接下來看新美姐的 傻傻的愛她的富家女 那新美姐是哪一種父母呢 如果妳是父母的話 妳就是隨遇而安息 超準的 真的 有人安排就跟 沒有人安排就算了 對 傳到橋頭自然直 我是 非常準 就是有也好 沒有也好 有人安排很好 去 對啊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 平常說我安排一個計畫 我就 新美姐走 我們小孩一起去 這樣妳就去了 我不會 我相信妳 我會相信她 我會相信她 妳要幹嘛這樣 我會安排 因為我了解她 她會把她自己的帳篷搭好 也會把我們家小孩 我們的帳篷都搭好 全部都弄好 全部都弄好 下次我也跟你 下次我也跟你 她的schedule非常仔細 她帶的東西 她不會只帶他們家人的 她也會統統幫我們準備好 她就說去就去這樣子 妳我會考慮一下 等一下聽不懂嗎 除非去這個地方 妳很有經驗 好 我先聽妳的故事 來 請到妳的Monitor 把妳自己走到Monitor旁邊 好 所以我現在要 我們來看看嘉儀的這個 暑假schedule是這樣子玩的 是的 其實小朋友的暑假 要跟所有 我這個小孩是大 大吃姐姐 就是已經上小五要升小六了 其實她在小一開始 我就不停的 要給她報名去露營的一個行程 就一個很有名的團體這樣子 我每一年都失敗 她一直到小四才終於去了 在這兒 為什麼失敗 她不去 因為就全滿 全滿 妳知道全台灣 有多少的小孩要去嗎 被搶光了 真的 妳只要在那個 暑假的每一個禮拜一 妳去到台北車站 妳就會看到那一群的小孩 跟外國人 就是這個團體 對 它是全部英文的 就是外師 那要多久前報名 基本上暑假是7月開始 3月就要報關 四個月前就要報名 是的 千萬不可以延遲 她贏隊都是差不多是 都是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有一個主題 對 那都是室外的 所以她會告訴你 比方說每一天會安排 很多不同的行程 一個人收多少錢 這個都要一萬多塊 一個禮拜一萬多塊 對 真的 差不多 從明年開始 大家可以來跟我報名嗎 不用這麼貴 不用這麼貴 妳說的 妳要看 妳說的 妳要看 我今天報名 我幫我兒子交給妳 我也要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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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當老師 我可以當老師 心美姐當老師就OK 可是我們講好 我們只有一種語言 我們沒有偶爾 有第二語言開明 國語就可以了 可以 我可以教大家化妝卸妝保養 對 妳看多好 但我女兒會想要報名 是不是 對 她先去包含有射箭 然後也去攀岩 對 然後除了這個 就是去野營的行程之外 這也是朋友揪的 這個騎馬營就是 姐姐去騎馬 而且她是第一天開始進去 妳要學怎麼照顧馬 然後要學馬具 然後還要學產馬糞 然後還要學幫馬洗澡 就是整個妳要去照顧妳的馬 我覺得那馬有點可憐 對 為什麼小朋友那麼小 只能洗 只能洗到馬的肚子吧 教練會幫忙 永遠都洗肚子 教練會幫忙 跟她自自講 其實最要洗的是螞蟻巴 螞蟻巴拉起來 然後他們會 這個是野騎 他們可以騎到路上 騎到溪裡面 然後再騎去海邊 來回到最後一天 他可以騎四個小時 就一個人騎 他們是教練 鴨頭跟鴨尾這樣 因為我女兒本身是小雲門 所以她在雲門學律動 然後到最後學芭蕾 基礎 就是基礎課程 後來我就說暑假 我就想要讓她去一個 厲害的超肌肉的 所以就是 早上四個小時練芭蕾 下午四個小時練功夫 要練蹲馬 所以她再大一點 妳就讓她去海軍陸戰 沒有 沒有 她其實自己 都會騎馬 又會射箭 對 對 海軍陸戰隊 剛剛很好 又海軍 真的 可是她現在練完之後 我今年給她報的 就不太一樣 我今年就是也是有媽媽 就是她同學的媽媽 約我 就是讓他們兩個同學一起去 她今年報到一個去跳舞的 然後一個禮拜要學 爵士基礎 然後拉丁舞 然後瑜伽跟 什麼音樂課 運動課 就一個禮拜就很充實 很豐富 她就可以告訴我說 媽媽 我接下來想要學拉丁舞 對 就是去開發它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就是 運動 因為我也運動 所以我希望孩子在 就是學習的過程當中 可以有一個 運動可以讓她發洩的 然後如果遇到壓力 或遇到什麼 她不要拿這個來賺錢 但她是可以有地方可以去 你知道 不開心的時候 就跳過癮 她也不能 在家裡也不能夠回嘴 也不能夠有意見 看得出來我這麼兇 我沒有很兇 壓力很大 我沒有很兇 然後她也喜歡做烘焙 所以像我這幾天 每一天都在吃她做的食物 對 那不錯 做蛋糕 做麵條 好厲害 這樣看完以後很快看她的小孩 這些你都會 這些我通通都可以教 真的 這些課我教就好了 接下來我就報你的了 明年 對嗎 不用那麼貴嗎 明年這些我們都OK的 八月 你八月有空嗎 真的 其實我現在排到8月5號而已 那以後 那下門關我也會開始流汗了 等一下 甄莉剛剛做到報名 阿松也要報名 然後嘉儀也要報名 所以我們來看她們 我先揭曉好了 好 這一組 懸到這一組 不小心懷孕 所以黃金單身痕 終結了單身 那麼你們是很會安排 暑假的父母嗎 行程滿檔心 真的 建設性計畫滿滿 讓小孩過得很充實 真的 我覺得很想死 我整個兩個月都排滿了 我目前排到8月5號 我現在很傷腦筋是後面 6號開始 我真的可以交給妳 所以沒有那種減重營 有 那妳來 還有創業跟理財營 妳要不要 還有理財營 創業理財 小五 如果妳要接甄莉的Case 妳就要很會排 行程滿滿的 沒有 我跟妳講 其實我覺得 我其實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媽媽 就是很隨性 因為平常呢 我一個人在台北 我的小孩都在台中 所以妳就知道 我平常有多輕鬆 我有多討厭 校門關這件事情了 所以呢 校門一關 小孩通通回來台北 不但我覺得很傷腦筋 連我家樓下都很傷腦筋 因為呢 他們還報警 說我們家太吵 小孩跑來跑去 他們說太吵 報警 妳知道嗎 目前呢 我就是因為姐姐已經國三了 所以其實姐姐還滿會安排 她自己的行程 而且她在還沒暑假 她就已經安排好 她今年的暑假 是跟她的班導 兩個人去自助旅行 去克羅埃西亞跟維也納 去19天 所以這樣也很好 因為妳知道嗎 錢能解決的事情 對我們來講都是OK的 都是簡單的 因為妳知道 要陪伴是最累的 還要安排時間 對 因為妳要安排時間 那再加上因為我比較愛工作 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兒子的部分呢 他就很麻煩 因為他才小四 生小四 然後才小三生小四 他還比較黏一點 所以我把他接來台北的時候 我都告訴他說 你媽是要睡到中午12點的 所以12點前 可不可以讓我好好睡覺 不要吵我 我兒子很乖 他說好 我知道了 那我不會吵你 他大概9點就起床 9點半他就會到我房間說 媽咪 我餓了 我說妳餓了去冰箱看有什麼 不然就去樓下 樓下就找餐店去樓下買 他說不行 我會不見 我說妳已經小四了 妳夠快跟我講 妳不見去哪裡 妳要不見去哪裡 他這套好愛 對不對 沒錯 我跟他講說睡到中午 其實也沒有辦法睡到中午 因為他就會跑來我房間 他會用各種方式進妳的房門 他就進來以後 我就說妳幹嘛 他說我要刷牙 我說妳的牙刷不是在外面廁所 他說沒有 我拿進來了 所以我在妳房間刷 不然就再進我房間說 我要上廁所 我說外面也有一個廁所 妳房間也有一個廁所 妳不會去妳房間上 我房間那個姐姐在用 反正他找進藉口 一定要進妳房間 所以妳也沒辦法早睡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得把他所有行程排滿 他才不會煩我 這個 無欲好不好 無欲並進 得到是因為平常都在家 可能要看到人家打招呼這些 就不用講 至 我就白天早上 因為我表妹她的小孩是大班 然後她每年暑假會從韓國 帶她的兒子回來我們家住 那他們就屬於早睡早起型的 所以早上就帶我兒子去上 新租算以及圍期 所以就是妳表妹帶 我表妹帶 兩個小孩一起去上課 然後妳睡到中午 每天嗎 這個是每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 對 所以我就會傷腦筋 一到五對不對 所以一到五的時候呢 我就把他再送回台中的美國學校 去上夏令營三週 他不是才剛從那裡 對 台北營回來又把他送回去 我要放假嗎 他放假怎麼又回去學校了 我也要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先把他送去 每個禮拜五他就會回來了 之後就馬上幫他安排 籃球跟游泳課 把體力全花光 而且我跟你講 要像我這種媽媽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的人 就是人緣還滿好 口碑還不錯 因為我朋友很多 這個呢 我就是叫我的朋友 帶他去游泳先打籃球 我就去找一個男生陪他游泳 陪他打籃球 這樣子呢 他們就可以到晚上八點再回來了 而且回來都快累死了 是的 沒錯 就沒電 對 對 沒錯 因為我剛剛講 就是去美國的 去台中的美國學校夏令營 然後中間我有幫他安排 8月1號到5號要出國 就像妳講 我兒子也跟我說 媽咪我想去東京迪士尼玩 我想說他東京迪士尼 我就問周圍的朋友 有沒有要去 大家都不要去 今年大家是要去沖繩玩 他們要去沖繩 就妹還有那個小可他們 要去沖繩 所以我就跟我兒子說 你要跟我兩個人 去東京迪士尼嗎 我覺得你早上會餓 你要不要考慮去沖繩 其實他在家裡就虧了 因為有錢 他媽會幫他準備到 然後他要考慮去沖繩 因為有誰 我就講了一堆人 大家就說 好 那我要跟他們去 妳都美式教育 對 就是自然 我跟你講 懶惰的媽媽 你要知道 懶惰的媽媽 才能交出獨立的小孩 所以為什麼我女兒 這麼獨立 就是因為我懶惰 這好像是周圍 這不是 我這樣講沒錯吧 他要活下去 他要活下去 這也是 所以我告訴你 我女兒現在很會煮飯 你可以看她爸爸每天都在Po說 有一個愛煮飯的女兒 真的是很好 我女兒每天弄飯加把吃 我現在也有這種企圖 有沒有 我都不用動手 我兒子他也是喜歡做甜點 因為姐姐也很喜歡 所以我幫他們報名 那當然我兒子 我沒有很想讓他上 因為他上了甜點 他專挑他自己愛吃的 所以就是怕他太胖 對 你看他一直說 鄭莉姐一直說 他兒子可能早上會餓死 可是你看看照片 他兒子燙鈴得很 是不是 我都跟他講說 你少吃一餐不會死 你真的是後母 像因為我們在上這個烘焙課 其實我那時候選的時候 我們就三個人選不一樣 我選的是麵包 姐姐選的是料理 弟弟選的是甜點 所以就是當天做完 就是我都會安排他在做的時候 我們三個一起做 所以一做完剛好飯也有了 對 麵包早餐也有 明天早餐也有了 甜點也有了 甜點也有了 對耶 對耶 是不是 你看我多厲害 我這個用心雅虎的媽媽 真的 Sky Sky 叔叔為了妳 會努力趕快把贏大力 拌起來 不然妳太可憐了 真的 我真的好期待 叔叔好期待 我趕快 打電話去問桌球 請問桌球隊 跟桌球社團是不一樣的 他說對 那可以參加桌球隊嗎 我們桌球隊 可是你要考慮到 它是要兩個月整整 早上到晚上都要打球 太好了 我就知道 然後接下來一問家 請兩個月要1萬2 好 我看到那個老師在抓頭 我非常期待阿松 訓練出了好多能力這樣 阿松也是選這一個 對 我也是選這一個 有嗎 我也是會幫孩子 也是會安排一些事情 像 需要走過去嗎 來 不然 你幾個小孩 我兩個 然後兩個都雙魚座 他小三的大班 對 小三跟 他生三年級跟大班 你這次學校小朋友的報告 你把它拿來直接play的是不是 什麼小朋友的報告 是我做的報告 好專業 這個是去年 因為小朋友放暑假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工作都到處跑 對不對 對 然後小孩子從小就會想說 爸爸去的這些地方 我都沒有去過 這些地方到底長怎樣 所以去年我們就想說 幫孩子規劃一下 帶他去看看 真的台灣不是只有 在電視上看到這樣而已 所以去年我們就真的從台北 一路到屏東 玩西班部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從台北出發 就去了桃園 然後去做這種很簡單的手工餅乾 你看兒子跟女兒做得很開心 然後他們一直以為 餅乾其實就是只有店裡買的 然後他們不知道做的過程 所以去的時候 兩個孩子其實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第二站就到新竹 這個我沒看過 去剛好有一個購物店 裡面就有這個 小火車是小朋友 只是他們一直覺得火車 不是只有在鐵路上有 對 那怎麼會有這種不用鐵軌的 然後他說服了我 我說好 那我讓你坐坐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除了去新竹 坐小火車之外 我還帶他們去看那種 很有名很長的溜滑梯 傳說中的超長的 超長溜滑梯 超熱的 然後兩個小朋友在那邊玩 超熱 超熱 然後他們玩得很開心 然後去年就是玩到屏東 然後就回來 他們今年就希望 可以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也是一樣開車 然後我們是利用旅展的時候 去搶那個票 住五星級飯店或住Villa 對 然後後來從台東 從屏東又沙到台東 這個就博朗大道 然後還去看了熱氣球 對 路野的熱氣球 然後我們運氣超好 去博朗大道的時候 那時候東半部都要下 西半部都要下超大雨 大雷雨 結果沒想到過了南迴之後 整個台東無風無雨 然後就帶孩子去騎腳踏車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是 去旅展搶票 是住飯店或Villa對不對 後來我也去訂了一些民宿 你看這個民宿 它本身是有溜滑梯 在這裡 這個是溜滑梯 你說房間裡面 對 在房間裡面 然後裡面是兩張大床 然後小朋友一進去之後 就開始搭 對 有點像貓 樹小孩子最喜歡玩樹洞爬了 對 就像給貓住的那個 對 然後小朋友不用出去 外面太陽很大的時候 就可以在裡面玩 然後玩番了 然後我們從台東再往北開 然後又遇到另外一個民宿 它是Hello Kitty房 重點這裡也是溜滑梯 然後小朋友在裡面玩番的之外 這兩個民宿它本身都有附 角色扮演 對 它還有這個 白雪公主的服裝 白雪公主 小朋友不用去迪士尼 也可以扮白雪公主 所以他要你穿這個 讓女兒穿 媽媽的是在衣櫃裡面 媽媽在爸爸的行李箱 喂 晚上的東西怎麼拿出來講 然後 其實暑假花很多錢 對 真的 我們的暑假孩子的幼稚園 我先講小學 他的寒暑假 我都必須把它填滿 對 包含暑假 因為他沒有上課 去年哥哥的暑假是做什麼 他是早上我安排他去游泳 下午安排他去打桌球 然後今年兩個月 每天 每天1到5 1到5 對 然後中午的時候 他就放 中午他就譬如說游泳課結束了 媽媽或是爸爸或是阿嬤 還好我爸媽住附近 他們就要趕快去接孩子 11點半接回來 然後去吃飯 吃個飯 洗個澡 然後休息一下 對 下午再衝過去 結果今年遇到一個二號 游泳池維修 怎麼辦 換一個運動中心 換一個運動中心 沒有 我們是學校的 報學校的 我趕快打電話去問桌球 請問桌球隊跟桌球社團 是不一樣的 他說對 那可以參加桌球隊嗎 我們桌球隊 可是你要考慮到 他是要兩個月整整 早上到晚上都要打球 太好了 我覺得他要整整的 我也喜歡哪裡 是不是 一直打桌球 一直打 小孩子喜歡 他覺得很好玩 對啊 小孩子一直練習 他對眼睛很好 不要不會近視 他個人覺得 那個游泳池是故意維修的 真的嗎 還有很多的運動中心 你知道 我知道 他可以去報名的 對 可是他喜歡桌球 然後一問到 又可以兩個月 然後接下來一問價錢 兩個月要一萬二 這個算小條的 可是我後來知道 女兒幼稚園真的是比較花錢 剛剛不是說那個 幼稚園是沒有寒暑假的嗎 沒有 我們的幼稚園是寒假 跟暑假是分開的 然後不算 也是可以再去付錢 就是說 他寒暑假就是讓你玩 對 對 他就找一個主題給你玩 都不是有課程的 他們就顯明了 6月30號學期結束 7月1號 營隊開始 然後他們的暑假叫做快樂營 爸爸媽媽不太快樂的快樂營 然後他的快樂營只有半天 又來了 只有半天 那什麼判 如果你上半天之後 下半天要再上課 你要報兩個營隊 沒錯 你要再選另外一個選下半 我只給他報游泳課 一樣要把體力榨乾 回到家才好睡覺 對 然後我一收到帳單 3萬塊 3萬塊真的有點貴 有一點貴 一個月1萬5 還不算在他的註冊費 然後什麼學費裡面都不算 是另外報了 所以暑假真的是燒真錢 新美姊 超燒錢 對 你的還小 趕快訓練他們自己上網 趕快大一點就好了 趕到他再大一點 他就自己找自己的營隊了 不會需要你 爸爸 所以趕快拜天趕快開營隊 好 OK 原府的故事 這早上面有庫庫的地方 我們入住三下 也是爸爸很辛苦 我們到了住宿點的那天中 我說小朋友 你們先在家裡跟媽媽在這邊 然後到民宿 我先走一遍 因為妳不確定這條民宿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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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輪到妳了 我們要看妳做什麼 他們三個 他們三個父母親 跟季妹妹完全不一樣 她是一個 很愛很愛小孩的人 我們都很愛小孩 沒有 可是她 妳能考慮她 她愛小孩 愛到小孩嫌棄她 妳再說一次妳怎樣 我們都很愛小孩 對 可是妳怎麼可以講出這種話來 今天應該是請她的小孩來吧 因為她小孩沒有見得不見得想參 也許她的小孩很想死 也有可能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們家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假日不工作 然後只要到暑假 我也一定要花時間陪小孩 但是我們家跟妳們不一樣 妳們都是有錢來解決事情 可能我們家 比較沒有錢一點點 所以我們家盡量是 不要花錢 就是最好的旅遊方式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舉例 剛剛甄莉有講到 就是去沖繩玩 也就我們家在去年的時候 去沖繩玩 然後我們家的花費 所以想辦法不用錢的去 沒有 花很少 就是我們家去沖繩玩了兩個禮拜 20天 我們20天下來 4個人 4個人 我們一家人總共花了7萬多塊而已 含機票 含住宿 真的滿省錢的 非常便宜 1萬多塊而已 真的滿厲害的 含機票 2天 5天不含機票 光住宿就 那透掉機票你們花多少錢 機票最便宜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家出去 沒有 你做聯航 然後請大家可以加入 每個各個聯航 他的那個粉絲專頁 然後他會在大概半年前 會給你限時 比如說他會告訴你說 你比如說現在是12月 他會告訴你 明年的暑假 開始訂票了 現在訂票只要999元 然後比如說7月1號 到8月31號之間 我就不管你有999塊那天 我就是買你999塊 這一天的航班 所以我們的行程是在 所以你配合聯航 我配合聯航 所以我們在出發前 我們就已經先訂好這個機票了 所以我整個在機票 包含我們還買了行李 一個人的機票才3000多塊 好便宜 來回 來回 對 好厲害 再來在沖繩 大家也不要去 尤其是現在這個 夏天的期間暑假 不要訂飯店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的話 沖繩的飯店 住路邊 反正他有的是帳篷 住公園 住帳篷是件好事 沖繩也有露營車 直接住在沙灘上是不是 也可以 但是我要講的是 真的 因為沖繩的飯店 他們都會拚暑假 所以暑假大概貴三倍 也就是平常 你可能3000塊住到的飯店 然後他在暑假的時候 就變1萬塊 最多人變1萬塊 那住哪 所以你就住民宿 其實那個時間也會比較貴吧 可是沒有 沖繩很多民宿是算人頭的 所以一個人大概700塊 一個晚上 台幣 台幣700塊 他是算人頭的 所以其實對家庭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太厲害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就在講說 我們兩個去安排一個 這樣子的行程 就是不要花太多的錢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我們家自己出門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照片好了 這個是我第一次去的行程 後來這次我去 就是我們有去了兩次沖繩 第一次我們是去旅行 第二次我們去生活 我剛剛講20天是第二次 第一次去的時候就要去一些 比如說那邊 住民的觀光景點 比如說萬座茅這個地方 反正我的行程 基本上會從早上開始 每一天我都會把它列出來 早上在哪邊 中午到哪邊吃飯 下午再去水族館 然後晚上的晚餐 在哪邊做解決 每一天的行程 我都會把它拉出來 但是你很難照上面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的行程 真的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會拉來拉去 比如說今天沒有吃到 我們這個地方就要取消 因為以前一開始 我訂行程表的時候 我都會訂 就是時間到了 趕快我們要去下一個地方了 你快點 不要玩那麼久 我們要去吃晚餐已經訂好了 結果到最後旅遊品質都不好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說 沒關係 你先拉出來 可是如果小孩子玩得很開心 或是小孩子不想吃 那我們就把它取消掉 對 或是換掉 這樣子就變成是 這只是拉一個 你大概知道的一個行程 這樣小朋友也不會不開心 然後你其實也放鬆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沒有吃 就是明天突然間 假如有一個行程說 爸爸 我們不想要去手里程看 我覺得他好無聊 好吧 那沒關係 昨天的賴底沙灘 因為沒有玩到了 我們現在 你也不用在那邊什麼查 突然間說我沒有去哪裡玩 就直接把昨天的 這拿過來這邊有 再去一次 KAN掉的再拿回來 那就說爸爸我們昨天去過 我不想去 沒有 他昨天可能是被KAN掉的 就是你取消了 那我們就有再去 小孩也會說 他今天去這個很好玩 他每一天都要去 也有可能 你就要每一天都要陪他去 對 好 再來我給大家看下一張 好 大家到沖繩去 一定會做的事情 就是去浮潛 對不對 另外我還帶我們家人去溯溪 這個是大家去沖繩 不大會知道的事情 去沖繩 去溯溪 你有沒有搞錯 好 我先來講浮潛 基本上浮潛 因為我個人 是有潛水的執照的 所以我們家出門 一般來說 我要跟大家分享 沒有 我覺得 爸爸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家的話 我們是 因為你如果去那邊租救生衣 一件救生衣的費用 就大概600塊 然後再租蛙鞋 你整套租起來 大概快要1000多塊 然後再請個教練的費用下來 教練一個人 也是要收1000多塊 所以一個人就2000多 一家人加起來 就快8000 9000 快1萬 所以你個人已經把 浮潛教練的錢省下來了 省下來了 然後配備我從台灣帶 其實浮潛的東西 就是只有 救生衣 面罩 呼吸管 跟挖鞋 其實浮潛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如果一個人的配備 借完一整套要2000塊 那你為什麼不在台灣買 這個面罩一整套 也大概才八九百而已 挖鞋會比較貴一點 可能要兩三千塊 那救生衣現在也有在外面賣 也是大概1000塊就有 所以現在那個不是你想 是你租給人家 你在那邊擺那個 不是 因為我在沖繩也即將擺攤了 沒有啦 我只是告訴大家 其實從台灣帶出去 這些東西都不中 那你想這樣子 如果你潛個一趟一趟去好了 這整個行程 你潛三次就好了 三次你就省多少錢 6000 對啊 6000塊 你三次就2萬4就省下來了 所以就20天不停的潛 對啊 我們就一直潛水 要把它潛回來 他們想潛我們就潛 然後再來 回到這地方 塑膝 這個我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在沖繩 它有非常多小小的溪流 因為沖繩是一個島 對不對 其實它沒有湖泊 它所有都是從山上 跟我們台灣一樣 這山上直接流下去 就到海裡的水 所以他們那邊其實有很多 很棒的溪流 但夏天是他們的旱季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 是我們一路從山下的地方 就找上面有瀑布的地方 我們一路從山下 也是爸爸很辛苦 我們到了住宿點的那天中午 我說小朋友 你們先在家裡跟媽媽在這邊 然後到民宿 媽媽先去看景 我先走一遍 因為你不確定這條路 是不是適合她 好勤勞 沒有到牌子 有沒有感覺 因為你已經約了姑娘 在那個山下 因為她老去的時候 才有可能遇到其他的朋友 小溫姐結交一些朋友 因為有些帶小朋友的時候 朋友就會遠離很遠 沒有 然後我就自己先走過一遍 走過一遍 你確定這條行程是OK的時候 OK 安全 然後你就帶小朋友可以一起去 然後因為你有帶了浮潛的裝備了 所以你基本上 只要把救生衣再繼續穿在身上 再穿在身上 你就可以去塑溪了 然後這個地方非常棒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地方是他們 因為那邊有很多 沖繩有很多那種美軍 在那邊長期駐守 所以有很多美國人的玩法 他們就在樹上掛了很多的疼飯 你叫小孩跳下來這樣 他們就像泰山一樣 就這樣盪來盪去 然後這樣盪來盪去 然後就推很遠 你就看很多小孩子 在我們後面這個地方 在後面這個地方 他們在這邊跳水 這邊其實是 現在比較有陰影 不然這邊是有樹藤 是在後面這邊盪 可以這樣盪過來盪過去 對 然後這個瀑布的後面有一個洞 所以會有很多人 第一個一開始到的人 都會跑到這個瀑布後面 坐在那邊打坐 然後就覺得 對 你會覺得 這是好像是那個 在修行的人 然後修行 修行就有小猴子翻過去 對 結果我們就帶 我第一次帶小孩出國去溯溪 然後反而小孩回來以後 我問他說 整個行程裡面 你覺得哪個是最好的 他跟我講溯溪 所以像這樣子的行程 我記得我那時候 沒錯的話是 他們當地有旅行社在帶 一個人也是一千多塊 所以我們一家人這樣子 又省下了四千多塊 那你同樣帶一樣的配備 就是挖救生機 就省更多 而且你可以在那邊 要不要租 只有我這裡 這個size只有我有 所以底下有我的電話 現在預定明年的行程 比較便宜 好棒 要去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比較不一樣 我很喜歡跟小孩相處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小孩子是會長大的 他只有小的時候願意跟你玩 對 我要跟他玩 玩到有一天他跟我講說 爸爸我不想跟你玩了 他們好像已經開始這樣了 已經了 所以我很珍惜 我覺得固定工作 如果可以讓他去做 他興趣的事情 他會更高興 對 因為他很需要培養之處 那個東西如果 譬如說他去參加繪畫班好了 他是畫得最爛的那一個 他很可能就會上得很痛 可是他是畫得最好的那一個 他就會上得非常開心 對 迫不及待想要第一個成功 而且只要他自己選 你選全力 我們都會全力 認真 對 想看看人 是 剛剛仁甫說 如果有一天小孩不要他陪 他會挺開心的 來看 如果跟仁甫選到這一項 就是 是一個事業拍檔型的女強人的話 那麼你是放任不管行 可以放任不管的 兒孫只有兒孫福 樂於依孩子自己安排 有一天如果孩子說 我不想去這個行程 我要去另外那個好不好 有安排就好 對 有想法還不錯 來 他就照你的去沒有關係 重點不可以沒有安排 對 好 我們接下來還有這一張 對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了 仁甫也好 阿松也好 都是變動星座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就是你們自己本身 就是好動型的 對 這一組 所以你看他們很願意陪小孩 對 他不像另外兩位媽媽 就是花勤聊生 就出去 對 沒有 我花很多力氣 我從三月開始要研究 我要爬 爬所有的紋 其實是要花很多時間 是 花很多時間上網 然後最後還要經過我女兒的同意 因為她不是每一個她都要去 來 新美姐 他們嘉儀 還有甄莉 他們是開創星座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然後你跟我是固定星座 金牛獅子天蠍水瓶 然後阿松跟仁甫是變動星座 我們都有非常不一樣的人格特質 我們現在把自己還原成我們是小孩子 好 所有星座的小孩 暑假如何安排他會最妥當 現場非常多變動星座的小 阿松的兩個是變動工 然後嘉儀有一個射手座是變動星座 那變動星座的小孩 就如同變動星座的大人一樣 好奇心非常的強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們是一個 就像你們自己當小孩 也很喜歡探索世界 長大了都還很喜歡探索世界 而且其實是不怕累的 對啊 然後也很願意假老 就是如果你 如果你讓他們自己負責自己 她都說她都會 他們也可以 其實他們是可以的 如果小孩是這樣 你的小孩不是 那很好 所以你放任他們 或者是你安排很多戶外活動 他們會非常的開心 因為有一種 不斷不斷在學習的感覺 因為尤其是暑假 他們是很好動的 變動星座非常的好動 你是關不住的 也不是靠著什麼看書 就可以解決 你不如讓她消耗體力 真的 就是要排 所以探險類的 媽媽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活動類的 然後什麼環島 衝浪 潛水 潛水 都是滿好的一個安排 好 那如果是 開創星座 我先講開創星座 開創星座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其實這一組小孩 我必須說 很難戴 因為他們 主件非常的強 真的 而且要囉嗦 是的 你自己還不是 我兒子 我兒子就是巨蟹 巨蟹 妳又沒在戴 沒有 妳又沒在戴 我有在安排 妳又沒在戴 我沒有戴 我有安排好不好 這一組我必須說 你們也不是父母教得來的 從小就滿有想法的 好 所以很多事情 如果你要安排他的暑假 你必須跟他 你必須跟他 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跟他商量 你不跟他商量的話 他會臭臉對待你 對 沒錯 真的是這樣 還有第二個 他們 有時候會說不出為什麼 他要去這個 上這個課程 而不上那個課程 他不會告訴你 但根本原因是 人 譬如說 這個課程 有我喜歡的同學 所以我要去 那個課程有人我很討厭他 或他討厭 對 我不好 我不想去 所以你一定要問過他 他可能不會告訴你原因 但是他有他的原因跟選擇 他們從小就很需要安全感 所以有一群熟悉的朋友 在這個班的話 他就比較願意去上 這一點不是你做爸媽的 可以幫他決定的 好 固定星座小孩 金牛 獅子 天蠍 水瓶 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一組小孩最乖了 你安排什麼 他們都會接受 對 他們都會接受 難怪爸爸還安排了些 你們這麼喜歡 No 你們只是接受而已 不是真的喜歡 對 仁甫你說對了 真的嗎 我們有喜歡跟不喜歡的差別 但是我們都會接受 所以其實做父母 逆來順受 因為我們會忍耐 我們非常的會忍耐 因為我們想要讓父母開心 對 沒錯 可是本質上 我們有喜歡跟不喜歡 對 然後我們會忍到忍無可忍 譬如說你的女兒小六小五 開始忍無可忍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他就會說爸爸我不要 對 你不要再動 假設我們安排得很好玩 他說我要跟朋友出去玩 是的 他就不跟我們 因為他忍夠了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要像我對我女兒 你自己安排 你自己安排好 他自己就會很開心 然後他反而會說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陪你 不然我這兩天回來台北陪你 然後你帶我去幹嘛幹嘛 這樣他就會跟你講 不然他會永遠遠離離 仁甫 我跟你講 這一組的本質是孤僻的 這一組是可以獨處的 譬如說安安靜靜 一個人在那邊看書 滑廢 他可以 所以當爸爸一直安排他跳水 跳崖 跳傘 很累 我只想睡覺 甄莉 我小孩暑假去你那邊 對 我們交換 我們可以交換 小孩來我們這邊 太好 比較配得起來 對 後來你就發現一個暑假回來 小孩就說 爸爸我們要睡到自然雪 我要睡到中午 你不要吵我 不用玩自己去玩 還有我覺得固定星座 如果可以讓他去做他興趣的事情 他會更高興 對 因為他很需要培養自信 那個東西如果 譬如說他去參加繪畫班好了 他是畫得最爛的那一個 他很可能就會上得很痛苦 可是他是畫得最好的那一個 他就會上得非常開心 對 迫不及待想要第一個 而且只要他自己選 我們自己選擇的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對 我們怕爸爸媽媽媽浪費錢 對 真的 我用Excel表幫他拉好 然後所有的我都幫他放愛心 就是這個夏令營有什麼 有什麼 然後他就會花時間 自己坐在那裡慢慢看 然後就開始跟我商量 商量之後 結果就是 我要每天在家裡吃他做的東西 然後他說好棒 要稱讚 對 他就好開心這樣子 我從小就是 就是怕丟爸爸媽媽的 對 會 孩子會這樣 所以我做什麼 我游泳一定要第一名 然後考試一定要 作弊也要做到就是很完美 在爸媽面前 而且不能被抓到 我們一女校 夾子都夾到就是你知道嗎 臉又圓 然後又頭髮又炸 然後就夾到很扁這樣 我媽一走就這樣 走了 看什麼看 抱一下 就是好兇喔 可是我媽一照都這樣 就會覺得就是 小家屁育對不對 對 給爸媽面子 要給爸媽面子 就是 從小就看爸媽臉子 就是閨女都要那個 好好做好對不對 真的 可是我也有爭論的時候 媽 我真的不想念女校 我拜託 所以我後來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打人 然後呢就是 媽媽被叫到訓導出去 她自己也哭了 我看我媽哭我就 很難受 就很難受 因為我覺得我傷到她 所以我們就去 你不念女校 我說對 那就去念 就是一般的學校 便念公立的學校 我就全力以赴的 因為是我自己選擇的 你就會做到最好 要讓媽媽擔心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每一個小孩 有每一個小孩的個性跟名氣 你摸清楚了 就不會有錯誤的對待 對不對 而且我其實覺得 固定星座 你不要讓她前面忍太久 因為你讓她忍太久 她是會失衡的 但後來很可能就會 前面太忍耐 後面就會搞叛逆 所以你會覺得她特別不乖 但是如果你前面讓她平衡了 她後面就不會跟你搞叛逆了 會從頭歸到尾 搞叛逆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她自我意識已經長大以後 就譬如說小六小五 已經開始覺得自己是一個 然後我現在開始 已經開始在擔心 那個小孩的叛逆了 因為現在網路比較發達 就像我們那時候 好像到國中才開始 現在對小五小六 就已經很有成績的想法 對 就已經很成熟 好辛苦喔你們 除了甄莉啦 那什麼 我也很辛苦 妳好輕鬆 我也很輕鬆 不是 妳可以睡到十二點 對 可是妳要想 我要找誰來陪伴我兒子 我就要花腦力 很想 我兒子不是跟誰都好的 他很掉地的 妳們我最想要很煩 所以我想要幫她找那個 可以譬如說 這樣子的爸爸 開團 開團 快點開團 就是很多schedule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還滿滿的 好 明年好不好 等你 真的等你 一天一次贏對一個人一萬多 可是那個一萬多是要一個禮拜 七天 是一個禮拜 從早到晚 對 從早到晚 可以 從早到晚 七天 請問這七天是要自己洗澡嗎 是 是 獨立生活 幾歲開始會自己洗澡 我的女兒小一就自己去了 我兒子小二 對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做結尾 我只是期待明年 我只是期待明年的那個人 不趕快開團 對 真的 開隊已經在一起去吧 對 我努力了 好 加油了 還可以做你們家的民宿對不對 好 歡迎隊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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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